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现场 热腾腾的晚报 刚刚出炉 我们来看这个标 是2008年的富邦政治现金 蔡明忠他今天说 马总统拒收 这逻辑在哪里呢 这整件事情是 因为富邦银行合璧台北银行 又当年台北市政府跟富邦聚餐 所以蔡万才也就是蔡明忠的爸爸 他有没有给政治现金给马英九 就是一个很大的质疑 而对于这一点 蔡明忠就讲了 他的父亲蔡文才 在法院作证的时候提起 2008年有提过要捐给马英九 但是马英九拒收 第一拒收 第二呢 再来讲说 国民党在2004年的时候 有接受政治现金 但2004年之后 富邦金呢 就一切依法行事 换句话说 这个也不存在于什么 这个富邦 有没有1500万的问题了 另外今天马英九又提到了 他就说 如果说我什么事情 都可以在第一时间 清清白白的来做交代的话 那蔡英文在宇昌爱引发那么多的怀疑 为什么没有说明 为什么没有开记者会 也不准人提问 既然认为自己无辜清白没有违法的话 是不是更应该站出来说 我一直觉得这样 但是他们是经过 民进党没有那么笨 民进党是评估的结果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嘛 百姓听不懂 民调没有掉 越讲越糊涂 所以我何必讲 但是我觉得这是有一个风险的 因为还有26天嘛 你要在26天不发生事情 如果忽然间民调掉了呢 所以他愿意冒这个风险 我认为蔡英文心里头 对这个整个宇昌爱 这样都会想起来 他心里头是虚虚的 我是赞成负责的 他是坦荡荡的 他是坦荡荡的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 真正民进党的传统支持者 他不会改变的 你再来十个宇昌爱 他照样支持这个问题 真正会有问题的是 哪里 是中间选民 特别是中产阶级 第一个 他们的交易的水準可能高一点 他对于这一类的事情 他会比较敏感 而且比较有判断的能力 有逻辑推演的能力 所以你现在慢慢很多的事情 就看你国民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我是如果像刘亦鲁他们是官员 可能就不要露脸 可是国民党应该要很冷静的 找一些律师 找一些财经的专家 投资的专家来研究 这些问题在哪里 一点一点很有秩序的 让社会大众了解 我认为到选举日 这些东西是会对中产阶级 会产生影响的 我不算成了 我也不算成了 我讲给你做参考 你那些专家财经 来研究这些细节 最后的结果会没有结果 而且时间来不及 而且最后结果对选举 不会有胜算 选战打不是这种打法 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好